你好 欢迎来到安妞韩国通 在今天中秋节的时候呢 大家来到安妞韩国通 还愿意来这个 可能有些人在塞车的路上 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用听的 我跟大家讲 今天我们的台湾呢 有四天的中秋节廉价对不对 不过韩国人 我们这一期就要来讲讲 韩国人怎么过他们的中秋节呢 今年呢他们可是有五天的廉价哦 比我们还要多很多很多对不对 重点是你要知道哦 你知道韩国人的这个中秋节啊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不吃月饼 而且呢你知道吗 他们在中秋节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是要在中秋节扫墓 扫墓在台湾不是清明节在做的事情吗 而且呢韩国的中秋节 要大拜拜 因为中秋节是他们 这个三个节日当中 最重要的日子 祭祀祖先的日子 所以啊 你待会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 这个从昨天 我从韩联社看到的画面 这个导播可以帮我们 cue一下一下画面 导播说 塞了这个韩联啊 韩联社的画面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照片出来了没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白天塞车的画面哦 十个小时都还没有疏通 然后呢他们有五天的廉价 比我们多一天天 所以他们呢 全部都返乡 返乡去做什么呢 就是哎这夜间的画面 塞得更严重了对不对 有全部都是塞车塞得非常严重 真的是很惨哎 真的是塞车塞了十个小时 昨天我看到韩联社的报道 哦真的是塞车塞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当然啦还有哦 我们说这个韩国人 他们其实把中秋节叫做秋夕 那因为他们其实 应该在讲讲说 他们为什么会返乡的原因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很大的节日 那因为呢就是中秋节的 他们今年有五天的廉价 比我们多一天 他们呢不烤肉 他们平常都烤肉对不对 他们不烤肉 不吃月饼 然后是在韩国 就是韩国的这个中秋节扫墓 那台湾人不是在清明节扫墓吗 怎么那么奇妙对不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呢韩国中秋节 等于是民族大移动 整个大塞车的画面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 这个韩国文化专家 陈静德陈老师 你好 韩国同学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好 中秋节快乐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韩国人的中秋节快乐怎么讲啊 出生了 our next one 出生了 us could say 着手在不能ии 出生了 past one 就是秋夕好好的过 分夜就是快乐的意思吗 就好得度过的意思 好 大家有学起来了吗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 其实他们有说啦 中秋节有一点像是 韩国中秋节有点像他们的感恩节 就是等于是美国的感恩节的概念 因为他们韩国人的话 有一句话就有说 不需多不需少 只愿如中秋 意思是说在韩国的中秋节 是最宜人的季节 希望世世代代都像 丰收的中秋时节一样 不愁吃穿 过个好日子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句话 那到底为什么有人说 这个是媳妇受难日 为什么会这样 对 刚才主播提到 非常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中秋节是所谓的 媳妇的受难日 我们的观众大部分 很多是年轻的朋友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所谓的198年生的金智英 有没有 那各位朋友知道 金智英什么时候封掉的吗 课本 不是课本 在里面书的第9月或者第16月 金智英刚好在什么时候封掉 中秋节的时候封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南韩社会 男女性别不平等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严重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中秋节的话 女生在家里要负责干嘛 比如说你要 我们知道中秋节的 韩国人在中秋节的时候 大部分会祭拜所谓的祖先 所以要准备很多的 比如说祭品有没有 这时候 传统了 现在应该有所改善 就传统的时候 女生都在厨房里面干嘛 煮饭 或者是弄一些吃的东西有没有 如果男人的话就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韩国社会是比较 当然主义 卡普场主义 他们就坐在那个客厅 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谈笑丰盛 喝酒 最后金智英真的受不了了 为什么吃的都是男生在吃 然后为什么那些 比如他的娘家的一些婆婆奶奶 都把好吃的给他儿子吃 他却一口都没有吃到 最后那时候 金智英在那时候崩溃了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管你是看原著 或看电影都可以看到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金智英 他疯狂的日子刚好是中秋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秋节其实对所谓的媳妇 或者是一个女生 其实是非常一个痛苦的日子吧 因为他们有记住的习俗 我听说他们好像是说 就是从早到晚都是 要忙东忙西 然后呢就是忙到 然后反正男生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就是都不用做事情 然后从早要记住嘛 那他们不吃月饼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吃什么 那个我们请庆德兄来看一下 就是他们吃什么 他们吃的东西呢 哎很特别 叫做这个松饼是不是 就是吃这个松饼 然后而且他这个松饼 听说是说 如果你做的松饼 吃得很好的话呢 哎你生下来的小朋友 或者是交的男朋友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松饼的画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而且还有吃什么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们还有吃煎饼 你知道他们所有的 就是不管什么任何节日 都会吃煎饼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 大家再看一下下 哎这个是 这个他们就是 他们传统的这个米酒 就是他们传统的这个酒 配煎饼 哎这个呢是不是说 在他们不吃月饼 然后只吃松饼上面 哎是不是有一些很特别的 就喝这个传统酒 然后吃松饼 然后累得要死 然后媳妇就是一整天 还要再收拾一些东西 所以才会叫做媳妇收男日 对刚才那水晶局 我有提到 刚才我以前在韩国念书 中秋姐基本上 我个人不是很建议说 如果有朋友的话 中秋姐去韩国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商店 都是关门 然后他们大部分会回到 比如说 而且大塞车嘛 对大塞车 我们都会提到 然后韩国人 其实在中秋 每次我在韩国念书 中秋姐的时候就特别怀念台湾 虽然今年不能烤肉 因为我们台湾是习惯烤肉 那么回到韩国人 中秋姐的话 大部分吃的是什么 刚才有提到所谓松饼 然后刚才所谓提到 中秋姐是韩国媳妇的收男日 为什么 因为有个系组说 如果这个媳妇把松饼做得漂亮一点 就能碰到一个什么好的 另一半或生下漂亮的小孩子 所以他们做松饼也是非常非常的累 然后一般来说 在韩国的话 为什么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吃年糕 比如说在哪边 在中秋姐的时候也吃 或者我们也许有机会 下次会介绍到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喝一些什么 就是说年糕汤之类的 所以韩国人喜欢在过年的时候 吃一些像年糕 或者平常他们日常生活中 会吃所谓的豆腐鸡 就所谓的辣炒年糕 那一定有观众朋友问问说 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吃年糕 因为就韩国人一般的想法来说 他们以前因为年糕是 年糕发明 这项食物发明是在米饭之前 所以他们有时候祭拜会用年糕 就表示什么 我们还没用火出生 还没用火问世之前的食物 来祭拜祖先能祭拜到更早的祖先 是一种圣中追愿的意思 而且其实我们有看到 其实他们有一些祭祀的活动 那像是我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活动 他们中秋节是他们等于是 三大节日当中非常非常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时间祭祖 祭祖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有趣 我们真的 我们韩牛最前线 而且是很优质的节目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正式听 就是很多我们台湾人会以为 好像现在我们讲中秋节 韩国人过中秋节 会不会觉得中秋节是他们发明的 没有 或者什么端午节之类有的没的 可是我要跟观众朋友说 其实每个国家过的节日不一样 韩国人他们也不会说 中秋节是他们发明的 或者是说什么端午节是他们发明的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清明节嘛 对不对 我们是清明节 对啊 所以就回到其实 对 所以我们回 我们就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为什么韩国人中秋节会寄出呢 可能那时候月圆人团圆嘛 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击败祖先 我觉得有这样的含义 可是他们过节的方式 的确是跟台湾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说韩国人 对 韩国人并没有说什么 对 我刚刚看那个照片啊 虽然说他们丢台疫情那么严重 但是我看塞车的画面 我这边看韩国人社的画面 真的还是蛮严重塞了十个小时 他们说要塞十个小时才能疏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的民俗活动 就是一年一度收获的节日 就秋天嘛 那他们有一个民俗艺术表演 就是我有看到一个假面舞 听说是不是烧毁过去的灾难啊 是不是说也就是说 等于是说一年不好的东西 都就是拜拜的意思 可是韩国的假面舞 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所谓的 安东的河维村 那边以制作面具为文明 然后韩国人其实他们 这个算是他们的文化 有形的文化才 一直在韩国非常非常兴盛 在韩国的话会心情 所谓的戴假面的缘故 大部分就我自己考察了两个 第一个 因为你知道韩国人常打仗嘛 外人亲约他们啊 所以他们都带上比如说大家面具来吓一下 吓一下敌人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在做农事的时候 比如说带上比较有趣的面具啊 跳舞参歌来欢乐 来欢乐所那时候 他们比如说省令有没有 让他们什么能够一年有个好的收获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啊 韩国的韩国的韩国的面具啊 大部分都不会留下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家面具的话 比如说祈求什么每一年的收获好 或者趋吉避兴他们最后一个步骤 就把所谓的面具烧掉 就希望这些怀孕啊 随着这些面具烧掉而去 所以这其实发现有趣的一个假面舞 大家朋友如果去韩国的话 可以去参观看看 所以应该是说 如果你现在去中秋节的时候 去韩国的话 第一个可能店家都没有开 第二个你可以去安东看一下 就是那个假面舞 第三个就是你可能吃不到月饼 吃不到烤肉 因为店家可能像我们在台湾 就是烤肉的部分 但他们就是吃他们这个松饼 那松饼是说希望能够生下 漂漂亮亮的小孩 谁包的松饼是非常非常快乐 这个中秋节韩国的习俗 真的是很不一样 说到假面舞 说到假面舞我还补充一点 就是现在应该没办法出轨 万一有朋友的话 如果去韩国玩的话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公关景点 人事洞或者明东那边 其实他们很多什么纪念品 都所谓的一种面具的 比如说钥匙圈 钥匙黄 其实也买得到 所以我可以说 其实他们 韩国人是以他们的假面舞 为龙的一种文化财 好 我看到现在网友 有Kenny Kenny上来了 黑地谢谢你 鲁鲁谢谢你的支持 阿贤 还有没事多喝水 对啊 谢谢你说 口罩颜色很好看 请大家分享出去 因为今天就是 也有辩论会嘛 那希望就是大家喜欢这个 韩国流行的文化的人呢 可以来听听看 韩国的中秋节怎么过 当然啦 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有一件事情很可怕 我们来进一则这个新闻片段好不好 你知道吗 他们中秋节回去 都一定会带这个所谓的 这个后礼回去 这个呃就是等于是给 就是团圆嘛 这个今年啊 听说有这个金五花出现 韩牛出现 先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566个0要价200万韩币 超高级黄花鱼礼盒 换算成台币 4万7 还有中秋送礼 南韩最爱韩牛礼盒 韩币95万等于台币 2万3 这么贵的牛肉汉鱼 以为没人买吗 错了 上万块礼盒照样秒杀卖光 72万원짜리 有 품절吗 原来南韩人本来就重视中秋节 这天堪比南韩的感恩节 民众要祭祖回家团圆 也要拜访亲友 送礼表达心意 过去可以人道理也道 现在因为疫情已经连续第二年 无法亲自上门送礼 只能够靠宅配寄送 因此越贵越好的礼物也更受欢迎 甚至有店家推出要价9亿韩币 相当于台币2100万的油体 和要价台币71万的钻石等 各种超限时的中秋礼物 另外每到中秋都是南韩猪肉最贵的时候 今年涨幅特别凶 除了高温影响猪汁繁殖 南韩也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民众最爱的五花肉一公斤涨到约台币600多 被称为高贵的金五花 也让南韩民众感叹过个中秋 猪肉贵 礼物也贵 我要准备大石鞋 现在陈全埋中秋报道 腌制过的大黄鱼 就是他们很喜欢的黄鱼 每次只要中秋节他们回去 他们都会送寒牛礼盒 过年的时候也会送寒牛礼盒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秋节他们必送的排行榜的CG 可以图出来一下吗 来第一名是这个寒牛套组 第二名是红森这个补药礼盒 第三个是腌制过的这个大黄鱼 这个寒牛礼盒 这个我这无法想象咯 还有补药啦 红森也是很贵的东西 然后我刚刚看到就是说 他们这一次更夸张的是说 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们今年还送出什么钻石 钻石要送礼 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 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回去 那庆德先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送礼要送寒牛 然后寒牛为什么在韩国这么贵 对啊 刚才那个水平主播 提供我们国内观众非常好的一个资讯 就是韩国人终究喜欢送什么 第一个排名是什么 韩牛嘛 第二个是什么红森 第三个是大黄鱼 那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三样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呢 都是可以吃的 有没有 所以这边我们就回归到 韩国人说什么礼物 松木松木松木 他的汉字什么 善物就是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韩国人送礼物啊 特别特别喜欢送吃的 那我们一批就回答 为什么韩国人中秋节 喜欢送那个韩牛呢 其实我有一阵 我之前在韩国念书的时候 其实我只试过一次韩牛 因为那时候当学生真的没什么钱 真的韩牛的味道真的还不错 然后在韩国人的心目中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韩牛会特别的珍贵 或者特别昂贵 我们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李宁波总统 就是现在被收压关的那位总统 我那时候不是跟美国所谓的美牛 美牛抗争也没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韩国一直引入 所谓美国美国牛 美国牛的东西 所以韩国人他们其实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 他们觉得你是韩国人 就要吃韩国牛 然后他们其实非常保护 他们自己的韩牛产业 所以在送年的 在过节的时候 能送给对方 比如说韩牛礼品的话 那个收礼物的人会觉得 特别的就是关照它或特别的栽培 所以一方面的话 在韩国的话 韩牛的价钱真的是蛮贵的 所以韩国人会用来表现出来 而且我记得这个 韩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生土不二 就是只愿买自家国产的 牛是农产品买单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韩国人他们认为什么生土不二 你是韩国人就要吃韩国米 吃韩国米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国家 对自己对自己国家的农产品 有一个算是一个认同 当然他们有 也许有些那个听 观众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民粹主义 或者什么爱国主义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韩国 他们自己的产业做得非常好的 举举例来说 比如说 比如说最近推出的什么三星手机 他们觉得 他们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用三星手机 因为他们本身就做得好 然后一样的韩牛 他们基本上他们 其实美牛的争议在 不管在台湾或者在韩国 多少都有点争议 就是比如说含药剂的之类的 可是韩国人然后对他们自己产业 他们说 既然是我们国内自己养的牛 自己养的牛 我们自己要平管要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长久以来就会在 长久以来在国民电力下的 这种安全的信念 对 其实我跟陈老师一样 就是我在韩国吃的 也是人家请我吃 那一顿吃下来 好像快一万块台币吧 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的肉质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的那个画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但是这吃下来一顿 真的是一万块台币跑不掉 然后而且重点是啊 就是他们韩牛珍贵的原因 是因为它因为它当初 不单纯是这个韩国 这个韩国生活的牛 它是跟欧洲的牛混血种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油花 就是油花非常非常的那个 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的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后呢 韩国人其实 其实大家说牛肉很贵 每次我们都在看韩剧的时候 都会说啊 敬古朋友们 我们升职了 我们去吃韩牛 然后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呢 才会去送礼送韩牛 或者是你要 他们还会用那个就是那种 非常漂亮的韩 原本那种传统的这个 韩国的那种包装 包装成这个韩牛的这个礼物 原因就是因为就是 韩牛呢其实是怎么讲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 而且是非常珍贵的 跟人生一样珍贵 然后呢在过年的时候 一定会去送韩牛 不管再贵 而且他们的老年人这一辈啊 就是更相信生土不二这件事情 就是我即使在省钱 也要吃韩牛 不要吃美国 美国牛其实也很好吃啊 但是他们就是觉得 哎 我要爱用国货 另外呢 到底哪里的韩牛是最贵的呢 然后最大的产力是 江源道的恒承菌 韩牛到底有多贵呢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一斤要一千一百五到两百五十元左右 大概是 哦 真的六七千块跑不掉 真的 而且一个家庭平均 如果收入是 三百八十五万 大概三百五十 台币大概十万块左右 八千韩币的话 这个其实不能带 带韩国人不可能常常吃 这个韩国牛肉对不对 对韩国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 其实韩牛比如说它一公斤的话 大概台币也快要到 我刚才换算一下 大概是八百块左右 八百块左右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斤 大概八百块左右 然后一个家庭的 很贵耶 对啊 所以刚才那个水晶组 不有提到吗 我以前在韩国也吃过一顿三个人 点两份吧 然后一个起司 起司饭 然后加两瓶啤酒 那个韩国啤酒 吃一吃也快八千块要 对八千块要 所以韩国 我好像是四个人 我朋友朋友就请我去吃 然后四个人吃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吃很多 然后也是一般 只是一般的韩牛店而已 然后大概吃了一万多块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其实我们 那个是韩牛 我就说 其实吃起来也还好啊 就是因为可能他带我去的是那种 不是最贵的韩牛店 但是我心里想说 然后一开始还要自己剪嘛 就是他们都是要自己 后来呢我就已经练 我现在已经会剪了 就是他要拿一个叉子 然后一个剪刀 然后那个其实左右要平衡 后来我就是又常去韩国 我就会剪 我想说 嗯 一万多块 怎么会这么贵呢 四个人吃耶 对啊 所以观众朋友可能 对 如果万一对韩牛 还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想一下 就好比我们在台湾吃所谓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对日本文化 比较接受度比较高 吃日本的和牛 对 因为像我们就是那个 我不是路边大 就是那夜市牛排吃习惯 有没有 基本上吃什么牛肉 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子 可是在韩国的话 韩国人会认为说吃和 吃所谓的韩牛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享受 而且是对他们自己的农产品啊 自己的肉之类算是一个蛮大的支持 所以他们对韩牛 我从来讲 在韩国的心目中 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吧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是可以的 那您有在韩国过过中秋节吗 韩国中秋节有 在我前两三年的时候 最后一次留在韩国的时候 韩国学长 有去他们家里过所谓中秋节 真的早上一起来 大概他们八九点 八九点的话 比如说学长交起来之后 那真的在家里的 因为韩国人习惯住的 他们习惯住的是所谓公寓室的 apart 就真的摆一个供桌 然后上面就是比如说 那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可能是他的阿公阿嬷吧 然后就是上面有一些 就是那个供桌上面有一些祭品 比如说梨汁啊 或者鱼之类的 或者刚刚我们提到松饼年糕之类 没有 然后我就全家人就 包含我啊 就开始三跪九寇 你懂我意思吧 但咱们购完之后算是 对啊 我想说对啊 就是有好朋友 那个阿公阿嬷也是 对啊 慎重追养一下 真的在那边过过一次 然后拜完之后 就比如说把一些祭品拿来一起吃 基本上韩国中秋节就 大部分是所谓的那个廉价啊 跟台湾刚才我们提到 半五天也没有 然后一般来说的话 在首尔 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是首尔 店家都不会开 他们真的全部都空城 全部都空城 所以啊 如果朋友要去韩国 然后我个人建议是 避开中秋节中秋节 因为很多商店都不会营业 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大节日的理事 好 今天谢谢这个 韩国文化研究者 现在韩国待了十多年的 社会大学博士 陈庆德教授 每年每周六日都来陪我们过 那希望他中秋节快乐 我们要讲一次韩文的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怎么讲 再讲一次 出手 茶 我那一世哦 我那一世哦 出手 茶 我那一世哦 我那一世哦 希望大家已经学会这一句 寻思念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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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